萬眾矚目的新北耶誕城正式登場了 開城當天就吸引了不少民眾共襄盛舉 今年活動特別集結了迪士尼 漫威等六大品牌 設置了打卡裝置 更首度加入了極光和浪漫的飄雪 帶給參與民眾不一樣的驚喜與浪漫 連續舉辦十二年的新北耶誕城 已經宣布正式開城 今年的3D光雕投影秀更是活動一大亮點 集結了電影美女與野獸 天外奇蹟等作品中的經典場景 而為了準備選舉請假的新北市長侯佑儀 也以新北市民的身分現身活動現場 讓民眾又驚又喜 包括我們現在在現場的阪新的園區 我們還有府中的園區 那這兩個園區當中的萬瓶公園的連結 連結起來也都是非常精彩的 今年的活動特別集結了迪士尼 皮克斯 半威等六大品牌 推出各具特色的燈飾光廊 和遊樂設施 每個長日也都各自規劃 不同的主題 例如市民廣場就有精彩的主燈秀 以及雪寶耶誕樹 戰前廣場則是化身北歐水果小鎮 打造冬季場景 在靠近年底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更有音樂會 以及平安夜的活動 所以這樣的精彩的安排 我們相信一定會吸引很多很多朋友 新北市府表示 耶誕城後續還會規劃一系列的 耶誕主題活動 包含同志嘉年華 白色派對等 邀請民眾同樂 民眾也可以多多搭乘高鐵 台鐵或者是捷運等大眾運輸 前往活動會場 一同感受捷徑的浪漫氛圍 記者風格報導